我说远一点 我说过台湾那个情况 就相信星座 那也有些是喜欢玩纸维斗树的 变成一个文化界的事情 她还不只是小女孩 在台湾是所有的文人 作家 学者也都喜欢 喜欢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在台湾参加那些作家聚会 是整个晚上没有人在聊文学了 对 聊的就是星座 不是什么小女孩 然后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这是什么群啊 对 太奇怪 知识分子 谢谢彭博发展 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我觉得有一次是让我觉得 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是有一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被翻译成中文 然后有人要给他写导读 那这种事我也干得多 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 比如说你有本什么书 找一个本地 你觉得信得过的人 给他写导读 我们一般写这个导读 要介绍这本书的文学成就 这个作家 他的作品的特色 什么样什么 你知道那个台湾作家 怎么给米兰昆德拉写导读吗 给他谈星座 米兰昆德拉是什么星座 他当年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这个 当然米兰昆德拉本人 曾经写过星座专栏 在杰克的时候 那还有点靠谱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给他的小说 写导读也全篇大论 就是星座 我说只有台湾能发生这样的事 而他们没有人觉得有问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坦白讲 我对星座有点近而远 只就是我看怕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好逆游 对 来台学术话题 我们今天康德这本书 讲康德 讲的讲的 康德不会这么像的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这哪句话看得出来 问题也都错误 你看他是什么星座 在我到了这个地步 我就没法聊了 你觉得你真心相信吗 我当然信 我不但是相信 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跟他 我觉得星座对于我来说 他特别是把他人化 他就像一个老师 他并没有说像我们想那么悬 高高在上 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很真实存在的 同时呢我能跟他学习 他能给我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好多事情啊 你看就像之前文道问我说 你做事情之前 我做重大决定之前 就是会看 然后呢星座还可以帮你 帮你解释一些 你人生的困扰 而且他会告诉你 你可以另外一个视角 去看待你周围的人和事 有的时候 我们之所以局限在一个地方 你想不通事 其实就是你这个想法没有打开 另一条路 你不知道该怎么走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最开始是在跟我抱怨 说他老婆不懂事 然后他说他人生当中 最近一年遇到了很多的坎儿 然后他想让我帮他看一看 究竟问题出在哪儿 但他最开始他跟我说的是 他老婆不懂事 然后呢他说你看 我都已经这么麻烦了 他还在找我的麻烦 比如说我的合伙人要撤资 不跟我干了 然后呢我现在身体还检查出来 有一点 就是当时是不是肿瘤 但是他总怀疑他自己有病 就是觉得好多 乌漏偏风临雨雨的感觉 然后他就让我帮他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其实想让我帮他看的是什么呢 他想让我帮他看 我合伙人走了 那我能不能马上拿到下一笔钱 我这事业运怎么样 用他的话说 然后我的健康运怎么样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后来我通过看他 当时那段时间的行运盘 加上他自己的行运盘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 他一直在想我的事业运怎么样 我的健康运怎么样 其实所有的问题 都当时是发生在他的家庭身上 因为他所有的开心 和他所有的困惑 全是这个家庭问题给他的 就比如说他总觉得他不开心 然后呢他的老婆给了他压力 当时他的孩子做手术 他也没有回去看他的孩子 然后他一回到家 就觉得一个气氛很不好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当时 想让他出钱帮忙买个房子 他因为自己很忙很着急 也就没有理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家庭的压力积累 到最后就是好像你后院着火了 我觉得这些一个婚姻顾问 都可以说跟星盘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看星盘看出来的 怎么看出来的呢 就是他什么 就说了星盘里边说了 对啊 说明你当时问题最大的 是在你的第四宫 就跟你那第三宫挨着的 子宫 子宫的灵工 第四宫管什么 家庭 和个人的安全感 个人的这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就是说啊 这个也有意思啊 的确人们很容易归纳出 就是某一部分人 好像是不是具有某种相同的这个特征 你比如说流传最广的就是 什么什么叉 我跟你说过吗 什么什么 十二星座什么什么叉 你不知道 比如说 这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狮子座就是傻叉 狮子座我觉得挺对的 就是我很傻叉的 然后呢 你这个摩羯座对吧 苦叉 挺对的 是不是 什么就是叫处女座呢 是事儿妈 就事儿叉 你知道就是 好像一般人就觉得处女座 什么很叫龟毛啊 对对对对 对吧 洁癖龟毛 但是文道你说这是一个科学现象 还是一个星座现象 我不知道 我 我有一阵子是很感兴趣探讨这种问题 到底他科不科学这种所有的命令 当然以前我读过一些书 我念哲学的人 我们就会觉得 这还是不够科学 或者没有一个严格的根据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 问题对我而言还不是这样 是我不太关心他科不科学 他对不对 我觉得重点在于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我觉得这个关系重不重要 是这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家呢 是从小到大都喜欢各种各样的算命 他是基督教家庭 天主教 但是虽然说是天主教家庭 我后来发现最虔诚的一个是我 我们家什么都算过 什么紫微斗树啊 四柱在那边风水 中西节 中西节一大堆 那么结果我这么看下来 十几年 我是从小变成算大的 我就发现 那些算命的都没发达 还不是这样 而是 没有预测到你的现在 也不能是 而是说我会想到 就我发现很相信这些事之后 做出的决定 就我看到我的家庭 或者他们的朋友 我不觉得他们做出了很明智的决定 那相反的 当我不理这些事的时候 我倒觉得我好像没有太大问题 于是我想起来 因为我自己念哲学 我们要念中国哲学 念儒家哲学 那首先学到的很重要一点 就学易经 但是学易经的时候 儒家有个很有名的讲法 散为易者不沾 散为易者不沾 就是说你很懂易经的人 你就不会沾挂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按照儒家的想法很简单 儒家的道理就是 一个君子该走什么样的路 是由一个伦理原则来决定 你基本上不会关心 我今天去干这件事 会不会不急 你关心的是这件事 合不合 当不当为 那后来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从此之后 我做事情的决定 都是这个原则而已 就是这个事该不该做 这个事与理与益 如果当为的 与益当为 是吧 随千万人五亡 没错 我就不太合圈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事情 光伟呢受这个影响吗 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受影响 你现在跟闺女们聊天 不聊星座吗 我告诉我 我刚才其实在跟那个潘达聊这个事情 其实我很尊重星座这个事情 因为刚才我们在跟他讲 我知道我的十二宫各落在 哪一个这个宫 十二星座 落在哪个宫上面 所以呢我只能说 当我把这些东西打开之后 我知道说 为什么我的 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这解释了 因为我的性格里面 带了这样子的东西 并不是他来预测我 但是他告诉我 就是说我觉得星座很好 在我比较小 比较年轻的时候 帮助到我的是什么 他让我更早一步 去了解我的人格特质 跟我的特性是什么 不是说等我自己不停的跌倒 爬起来 搞了半天原来没办法 我也是狮子座嘛 所以我也是傻叉嘛 对 就是说可能 就是说可能 你本来应该跌倒三百六十次的 我只跌倒了两百次 但是这个 就是你要拜这个星座所赐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我刚才也跟潘达讲 我不太相信 这个星座的预测 那可能是因为我不够懂 你因为你可能还会关心 你觉得能预测准什么事吗 能啊 一般不都是说性格吗 这个容易谎人 但是你说 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 星座能行吗 当然能啊 因为星座它有两种 测试的方法 一种像 就我今天拿了一个盘 咱们看看 这是正 这个你讲一讲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星盘 这个星盘 现在我测试的时间 就是我设置的时间 就是大概咱们现在 录节目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从白羊座 到双羽座 然后这是黄道十二宫 那这个盘是单盘 就比方说 你把你的出生年约日 告诉我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点 是这一张盘 你从这张盘当中 看出来的更多的信息 其实就是 刚才广美说的 人格分析性格分析 它会把你这个人 看得更透 让你知道 你的某些行为动机 这是方法一种 那有第二种 就是文涛你说的预测 预测就是说 你把你自己的星盘 跟要么就是行运盘 就跟现在的星象 就现在这个时间 这个盘 结合在一起 你就知道 我一年之后 这个是什么事情会好 什么事情会不好 还有比如说 有太阳的反照盘 月亮的反照盘 就都是算法之一了 你用各种各样的算法 就可以测试到 比如你生命当中 在某一个时刻 它会有一个转折 你的重心会 你可能突然就想要一个家庭了 或者你突然就想 不想离眼前的这些东西 你就想隐退一段时间 你就想自己待着 特别想要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有的人可能突然就从 就转行了 他的职业和他的人生规划 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你看我就是说 一种巧合吧 你也可以说 今年前半年 我基本上都是闲着呢 对吧 差不多就是做这个圆桌派之前 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弄的 我的一个什么星盘 转转就说 你要开始特别忙了 我的确最近就特别的 骤不然忙起来 当然我还是要批驳你为主 那就是说 我跟你说 这个事分成桌子上面的 和桌子底下的 从桌子上面的来讲 我这完全不是科学的 星座完全不可以相信 为什么 从1948年 这几十年来 西方科学界 做过多次 你有据可查的这个实验 比方说 这个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 把这个性格特质 或者对应的什么盘 发给你 就是叫双盲嘛 对吧 双盲实验 就是实验组 不知道对照组 对照组 不知道实验组 让你们选 就不会受到任何暗示 然后甚至于 曾经有一个 加拿大的魔术师 在电视节目上 选赏十万美元 最后加到一百万美元 就是让一个占星大师 一个占星家 就是说 让看一个人 跟一个人谈话 就像他自称 我跟这个人谈谈 知道这个人的什么信息 我就能说出什么来 反正就是说 最后检验的结果 正确率一般在三分之一左右 这几乎就是蒙的 而且呢 科学上 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 叫什么母效应 什么纳母效应 什么一个什么母效应 这个母效应说的 我比较接近 从科学派来讲 我比较接近这种说法 就是人呢 比较容易接受一组 关于性格描述的 就模糊描述的一组特征 这个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 我知道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比说 我就能给你 读一个 这也就是他们的那个 就是做过的测试 这个 制一 你看啊 就是一个教授 给他的学生们发这个 学生们个个都觉得 说的是自己 比如说 你希望他人能喜欢并仰慕你 你倾向于对自己要求严格 你还有很多潜力尚未开发 虽然你的性格中有些缺陷 但你整体上可以想办法克服 你跟异性相处 遇到过困难和难题 在外人看来 你显得自律稳重 但是实际上内心缺少安全感 你说 他 他其确 谁 谁都是这样 对吧 但是你别急 我说的是啊 一般咱们这个 要在台面上讲 咱不能拿这个当真事 但是呢 从私底下说 我怎么我的很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同意文道说的很有趣的现象 我的很多朋友 这里边有学者 有音乐制作人 甚至有科学家 他也不再公开说 但是私下里聊天 他特爱说这个 他说我觉得这东西 真挺神的 就什么什么都能讲出 像我这样的例子来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 我要出什么什么时候 还真的就出了什么事 这里面不罚大学者 你让他在大学讲课 他肯定会说 这是假的 可是他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这跟我的心理一样 私下里我愿意聊 甚至我愿意 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他的参照 受到他的这个影响 可是这并不代表 我就相信他 没词了吧 当然有 这个我觉得是 每个人他都走进一个误区了 它是什么误区呢 就尤其像现在 但是我得承认的一点是 你们说这个对了 因为星座暂时 我也觉得他不能 把它完全称之为科学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发展 完善到像我们理解的 自然科学 他有一些铁一般的定律 能验证所有的事实的 那这种 我们现在叫科学 对吧 但是我觉得 还要从一个观点看 就是你不能够把一个 发展中的一个学科 我们暂时称它为学科 它还没有发展完善 没有走到像我们物理学化学 像今天这么一个完善的地步 你就把它否定掉 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 正在某一个历史进程当中 在完善这个学科的 某一个分支 那慢慢的 可能我们再倒回头看 等这门学科 真能发展特别完善 特别健全的时候 然后你再回头看 才发现 其实原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有据可循的 可能你后来就发现 你成为历史中的功臣了 就我们这个圆桌牌 今天领布的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 有的时候就是 它让人不寂寞 它让人不孤独 它有一种安慰 你比如说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当你看到一个星座 说哎呀 这个是说我的 你说一个人 他有的时候孤独 他多孤独啊 谁关心他呀 是吧 谁体贴他 谁想想问问 他有什么苦 他心里是什么 有什么变态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哪怕你仅仅 不要说人跟你说 哪怕你仅仅在文字上看到 哦 原来我这种心里 有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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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那么一种抚慰 是不是 你觉得有这个作用 应该是有的吧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可能比较相反 我是在台面上 我是完全就是举双手 觉得星座是好东西 而且我也相信它 不管它是一个科学 或者是一个学科 我都是相信的 但是应用上来讲 我绝对不会去 完全的 我要签一个合同了 那个来 跟我说一下 这合同是该签不该签 我应该怎么怎么走 我反而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跌倒了200次之后 学习到的经验 就是说我的人生有大坎小坎 很多的坎 那我小时候也是各种爱这种算算 什么奇门遁 各种的子味 那个各种算 那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你们这么各种的算 而且每个人都是拿着这个大师的棋子 如果我这么大的坎 你都看不见 你都预测不到的话 所以因为我的这样子的经历 我就会觉得说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 跟我这个趴下的时间 前后可能也就四个月的时间 但这个是可以解释的 方美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就会说 那因为你之前给你算 那个人不准 很多算面 对了 说那个之前你遇到的不灵 我那就不一样了 你应该早晚来找我 通常都是这么讲的 你了解 但这确实也不是一个借口 我觉得都是事后诸葛 但事后都会有人跟你讲 你在几年几年的时候 什么什么时间 应该是有遇到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事 或遇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 有没有 你都说对 对 沉重 我想这个事情 是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 他始终对人来讲 很重要的一点 所有的命令 包括占星术 都是 像文涛刚才讲 让人不寂寞 而且不寂寞之余 还有一点 让人安全 所以安全的意思就是说 人其实很怕 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人很怕 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 人很怕 自己处在无知当中 那我们的古人 开始发展各种各样的命令 包括艺术艺挂等等 都是让我们觉得 人生是有定数的 都让我们觉得 其实很多东西是 是是确定的 这是存在的 唯一不确定的 唯一不确定的 只是我能不能够知道 所以问题在于 我有没有办法知道 而不在于 那个东西确不确定 其实这个 我有一点点反对的观点 你肯定要反对 因为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 那个更像是算命 就是我铁口指断 我把你未来 你今天会赚钱 文韬明天会成百万富翁 这种事情 我把你铁口指断 我告诉你 或者说 当你带着一户来找我 你说 哎呀 我究竟这条路是选A 还是选B啊 我不知道 你帮我选一个 我去帮他选一个 那这种 更贴近于你讲的 像是一种算命 但是我觉得星座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心理安慰 它有一点相似的 就是说 我要帮你找出 你这个事情动机的本源 就像你说 为什么性格描述 大家都接受 其实它性格描述 就是第一步 它还有第二步和第三步 就是我们星座书上 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就是星座在帮你找出 你的无意识 和现实之中的关联 无意识 对 你很多事情 就像你说 你后来发现 你自己还不如 自己去做决定 或者说 你做这个决定的 立足点 就是 你刚才说的 特别有文化的那句话 这些的出发点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这种做法的背后 其实就是你这个性格导致的 就是你会这样想 而他不会这样想 那可能换成他 他就以 以我自己能获得最多利益 为出发点 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他更多的 咱们平常见到的 更多的是在聊性格 性格是一样 算命往往是铁口之断 算出一个事 但是其实你星座 他再往后算 他是在告诉你 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我觉得 广美说的对 就是星座 他是在帮你走捷径 但不是你不劳而获的 一个借口 那就是一个老庸俗的问题了 就是说 你要那么明白 你自己活得还好吗 我自己活得挺好的呀 但是我觉得 你全消灾简难了 是吧 逢凶化劫了 遇难成乡了 这个问题就在于 事先都知道了 你事先知道的是一部分 其实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看概率嘛 对吧 星座也是 他很多东西是要看概率 这个事情发生的 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他也有一种可能性 是你不会发生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不会什么事情 都求助于星座 你在最开始了解 自己动机的同时 就比如说 我这件事情 我是要选A还是选B 但是当你看过了 比如说你看过了星盘 或者你很了解 自己本命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你来找我 我就会发现 其实你已经完全 把思路禁锢在A和B当中了 你还有另外三条路可以走 三四五都可以走 第五条路 你可能走起来更好 那我可能会给你 这样的一种建议 那你刚才这么讲 我忽然想到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说用来 最早用来骗小女还好 就我们听到很多 往往是女孩子 就国内特别的女孩子 喜欢聊星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星座跟刚才您说的 算命不一样 它是很多的性格分析 那么这种性格分析 包含一些自己 不知道的性格特质的分析 那么性格分析 我就发现 现在很多女孩子 谈这个东西 其实着迷的是这一点 因为对这一点 有所掌握的时候 他们更能够聊的 或者是理解的是什么呢 人跟人的关系 为什么这个人 跟这个人是这样 那个人跟那个人是这样 不只是男女朋友恋爱那个 而且是同伴关系 因为女孩子是一 就心理学上面讲 女性很关注关系 对 就比起男人 男人关注通责性 女人很关注彼此的相处 所以女孩子喜欢谈星座 其实是把它用来 当成一种理解 人跟人关系的一种通道 是不是这样子 你说的挺好 我就觉得 其实就是说 我是说星座 至少我觉得有个正面作用 就是他让我们去探索人生 探索生命 你甭管是什么理由 你依据什么 古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依据什么 他完全依据思辨 他就说 最完美的天体应该是圆形的 他不管依据什么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让我们开始动一个脑子 人的性格有多少层 让我们的心理更细腻 就是让我们观察自己 也观察别人 好像是多了这么一个眼镜 你也可以说它是有色眼镜 实际上你要说真伪 那科学家永远可以跟你辩论 就说这东西 据说发源于公元前2500年 巴比伦 对吧 巴比伦 好 然后我看一个天文台台长 就说你都是瞎说 说什么呢 这么几千年来 这个地球的这个黄道 这个黄道所谓黄道十二宫 地球的那个轴 自转轴 它不是这么 它有碎差 实际上现在已经多出来了一个星座 叫舌夫座 第十三座 说那你根本你都对不上 那传瞎扯 好 你这瞎扯 你来来 赞星家说一说 因为每次 这天文台台长 我觉得你找的新闻员也不太对 每一次吧 就是天文学上的学者 都要再跟星座学澄清一下 说我们没有跟你说这个舌夫座的事 星座其实它更多的 这个本源是对的 它是按照这个黄道的轴线 来取这个黄道十二宫 但它更多的 其实它是一个符号 就它走的是黄道的心 有点像意义经 对 但是天文学是什么呢 天文学发现的星座 就像我们天上 它有八十八个 它不光是十二个 它有什么大雄星座 小雄星座 仙女座 它都是在天上的 舌夫座也包括在上面 所以说它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星座它是完全是固定的 不然星座词 英语的单词 除了这个Constellation 它有Sign 就是符号 它就能够代表星座了 所以它真的就像意义经 很多的比较复杂的命理系统 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就它一开始脱胎于某种自然现象 比如意义经可能最早是来自于一些的 我们知道比如说像细词或者卦 其实是来自于对于焚烧甲骨之后的现象的一些的判定 那么那个东西本来是源根于自然现象 就跟占星树源自于对天文的观测 但是慢慢其实它脱离那个外在的自然现象 它变成一个自洽的一个数字系统 一个符号系统 它有个自己的理路 它从那里出来 但是慢慢发展成这几套东西 就是你解释我也是看 他占星家就会说 说那当年古巴比伦 它就是按照360度平分12等份 并不是像你所理解的那个天上的那个 就是你说这个自洽的这个系统 但是你看咱们现在有人真拿这个决定什么事 有些人就觉得很荒唐 但是你知道古代可就真的是这样 当年你知道就说这种观念 就是说武王罚咒 就是周武王推翻了这个商朝嘛 周武王的军队是很少的 商朝的军队 多少倍于周武王的军队 有一个当时倒戈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之一吧 就是说碎星在我 你想当年的这个人呢 就是说 就是象征我这条运的这个星 你看见了吗 星星在我方 那边就倒戈了 我家伙没命的只恨爹妈 少伸两条腿就跑啊 然后这商朝王就自焚了 就觉得命没有了 你说这 就不但很常见 欧洲的王室都有占星学家御用的 但是文道你相信 人出生 他天体所在的位置 和他这个人的性格 乃至于命运 存在于一种关系吗 所以这就回到刚才的问题 并不是 占星术也好 易经也好 他并不是谈的是 你跟天上的天象之间的对应关系 他谈的是一套 你跟一套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因为刚才已经讲了 最早脱胎于天象 但实际上已经不是那个实际的天象了 这就是说到中文讲术 是很有意思 命术 命术 术其实是一个 它是个数字 是个符号 是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律在这 也许有也许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就回到刚才我讲 我为什么说我不太关心 就是因为 因为再加上我后来学佛的关系 我们学佛的人就会觉得 这个因缘 所有的因缘都是会发生的 这个事情之所以如此 这个水现在我斜的 你倒出来这个水 斜斜的往我裤子上流下来 这一切东西都是有很多 复杂的因缘在这里 综合的造成的 有很多的东西 外在外界 总是有不停的改变的东西 那么问题是在于 我怎么去回应 我怎么去对应 我只能够修的就是我的态度 我的心 我是看着他这么下来 然后不觉得这个会影响我呢 还是怎么样 我怎么去回应